政府要問責 林瑞麟下台 林瑞麟下台 政府要問責 政府要問責 參加遊行人士 包括來自民間人權陣線 民主黨和社民連等黨派的成員 他們手持橫額 由銅鑼灣東角度出發 經軒尼斯道遊行至天馬南新政府總部 反對特首委任林瑞麟做政務司司長 期間大叫口號要求林瑞麟下台 有市民批評 林瑞麟任局長期間硬燒泰保機制 是剝奪市民選舉權 他們不滿中央政府 同意民望最低的林瑞麟出任政務司司長 是莫氏民意的做法 遊行隊伍由軒尼斯道轉入金鐘道 由原本佔用兩條行車線 收窄為一條造成樽頸 而遊行人士抵達新政府總部之後 保安人員用鐵欄封閉門口 不准他們進入引起遊行人士不滿 有人成功越過鐵欄 衝入總部廣場未知 一輪推撞之後 最後保安員開閘放行 有示威者批評政府做法毫無理據 行政署是不批准我們使用新政府總部的廣場 但最後有市民自發成功突破政府一個無理的防線 是令到市民終於可以使用這個廣場 證明了政府之前不批准我們使用這個地方 根本是毫無理據 而且是站不住腳 所以我們懇請政府 其實它在未來是不應該用更多的方式去阻礙市民 參與遊行集會的權利 市民是有權在政府總部的廣場舉人去示威集會 民陣宣布遊行結束之後 仍然有不少人繼續留下高叫口號 過了一陣才陸續散去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何鎮言報導 穩住 楊 樹 綤 綤